大陆外交部长秦刚8号接受沙沃地阿拉伯中东报书面采访 被问到中美是否会因为台湾爆发战争时 秦刚表示 中方始终坚持以最大诚意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 但也保留采取一切必要选项 谈及台海文章登出后 秦刚也启程欧洲先后访问德国、法国和挪威 但彭博社报导 原定10号要访问大陆的德国财政部长林德纳 行程遭到中方临时取消 对此有德国议员认为和这件事有关 和林德纳同属自民党的德国教育部长史塔克 3月访问台湾 这也是26年来一位访台的德国部长及官员 当时大陆就痛批德国干涉内政 而同时和大陆杠上的还有加拿大 保守党议员庄文后 过去曾因为推动反送中动议和涉及新疆人权议题被大陆制裁 加拿大官方指控 他和在香港的家人遭到大陆驻波伦多外交官赵伟意图恐吓 周一宣布驱逐赵伟 对此大陆外交部先是表达抗议 接着在没有公布理由下 驱逐加拿大驻上海总领馆领事争议会 并将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 要求5月13号前离开大陆 TVBS新闻夜居航林明珍 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